阿姨 唐大人 快请进 唐大人 您怎么来了 快请坐 小庄 看茶 来了 还是二两一杯 可不敢 大人胸襟 容不下我点儿的气 唐大人挺用力啊 只是今日 为何不见你姐姐呀 我姐姐这几日 每天都回来奋笔集书 说是抄写公文 一直要熬到半夜 皮得狠 她去药铺买些药回来 那我就先告辞了 对了 你姐姐 为何仰慕唐天远啊 家中早年曾遭变故 唐天远帮过忙 你们家在何处 济南 唐天远是京城人士 你们搞错了吧 大娘早年意外丧命火海 家父却被冤枉成了纵火凶手 当时姐姐才八岁 孤苦无依 而家里的亲戚 都巴不得家父入狱 好趁此分了谭家家产 这时候 途经济南的唐天远 三言两语 就替家父洗刷了冤屈 这份恩情 姐姐久久不能忘 那唐天远 那时候 十岁 所以唐天远对姐姐来说 不仅仅是恩人 还是希望 谭家因为唐天远才得以保住 姐姐也因为唐天远 才有勇气逃离家乡 来追求自己的梦想 唐天远在姐姐心中的地位 不容置疑 而姐姐对她的心意 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知道了 既然师爷不在 那我就先告辞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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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仗着自己是个女孩 苦苦就能解决问题 自己的路自己走 男孩女孩都一样 没有灯 没有神 没有为何感 没有人在脑海 用往日的感 勉强不哭出来 张牡头 你说唐大人是哪个人进不对啊 老是看我不顺眼 一天到晚不是挑我的毛病 就是罚我的钱 我可是冲钱来的 师爷 你觉得唐大人怎么样 当相公如何 哪家姑娘上辈子刨了他们老唐家的坟了 这得造多大的孽才能跟他共度一生啊 你话别说得太满啊 打起脸来 可疼了 他人本来就不好 不过呢 聪明倒是挺聪明的 要是脾气再好点 勉强算个好官吧 大人 你来了 你是觉得国太民安了 在这儿闲得没事干坐吃等死呢 得得得 我去巡逻 等一下 我指甲还没染完呢 让他帮你呗 让他帮你呗 我可是光明正大地为你办啊 为你省事 凭什么罚我疯了 还有利息 你的月份应该是月末发案 我今天就把钱给你了 该给利息的是你呀 我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做错了事情就得发案 县衙那么多人看着呢 以后让我微信何在啊 等案子结了以后 我一定要让苗美生 把你写进话本子里 好好骂一骂你 被我处处提 妙先生还有心思云游呢 帮我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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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说来啊 你这弟弟跟你长得 还真不算特别像 我俩不是亲生的 他是我捡来的 干嘛 看不起啊 那倒没有 有传闻说 齐辉的死跟妙妙生的 画本子脱不了干系 分明就是栽赃嫁祸 此时很明显 是背后有人在煽动 难道是齐缘外 劲儿吹啊 齐缘外的讨要齐慧 想要风光下葬 被我给拒绝了 他大概心里不舒服 想让我也难受难受吧 所以就借着妙妙生的画本 对我们古堂书舍下手 不过呢 我也能理解 想让女儿早点入土为安吗 不能就这么算了 连我县衙的人都敢动 不要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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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